底层人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 我就一个女儿没有儿子 有人说没有儿子死了以后都没人给你烧钱 下辈子该成穷王蛋 就好像我这辈子有钱似的 你别说下辈子穷富 就这辈子我都多于遭这趟罪 不出意外的话 人间我再也不来 太累了 这辈子能熬到死 能把生我的和我生的安顿好咯 就应该给自己点赞 我都想给自己磕了 再说死都死了还在乎穷不穷 只要活着的时候能给孩子教育好 不管男孩女孩 只要孝顺就行 给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不计我仇我都谢天谢地 这段视频我看了数遍 他好事真好事见 非常的扎心 这就是当今普通民众的生活写照 不仅是他 好多人都感到现在的生活太难 活得太难 面对的是高额的房价 巨额的财力 还有大额的孩子教育成本的支出 以及那奇高的救命钱 无论你摊上哪一件事 都会让你付出一生的精力 来还清这些债务 这些欠款 如果自己稍有懈怠 甚至身体上有个三长两短 那你就会陷入债务的深渊 最后弄不好 还会落下一个 负债子还的尴尬局面 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 其实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处处都可以举例说明 面对这样的现实 这样的困境 真的有人是活怕了 累怕了 所以才发誓下辈子不会再来 但是从这个视频中 我了解到 他至少还结了婚 有了女儿 仅凭这一个三口之家 就足以让一些青年人羡慕不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好多的青年人 因为买不起房 还不起带 送不起彩礼 他们早已放弃了结婚的奢望 更别说要有后代了 他们才是最悲观 最迷茫的人 替他们想想 都令人心痛 我得上钱 你给我钱 我跟你钱 那你也放我 我跟你钱 都记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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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那一堆 怎么了 我抢坐的 怎么了 先坐不先坐的 2024年6月16日 辽宁沈阳地铁一号线上 一个年轻男子和大爷 应作为问题起争执 男子突然情绪崩溃大汗 我得挣钱 都欺负我 网友评论说 说实话 现在中共国的年轻人 比老年人还需要做一回歇歇 2024年年初以来 深圳龙华的三河大神 出现了一个新变化 流浪女大神开始明显增多 其中很多人都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 手里仅有的钱花光了 又找不到工作 被迫暂时睡大街 求求你们啊 自己人别骗自己人了 中国人别骗中国人了啊 今天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了新政出台之后 售楼处人山人海 一个楼盘的话呢 当天清盘卖了15个亿 我问问大家 既然市场这么好 国家为什么还出台政策呢 既然市场这么好 国家为什么要出钱收购房子呢 既然市场这么好 国家为什么要出台 你就换新的政策呢 真的自己人骗自己人 现在哪有那么 人山人海的市场啊 除非你雇人 一百块钱一个人 二百块钱一个人 让他们去售楼处当托 对吧 雇他们待一天 待半天啥的 说白了 现在哪有排队买房的时候啊 现在哪有摇号买房的时代 早都已经过去了 求求你们别再骗自己人了 我发现了 最大的炒房团都是媒体 所以说的话呢 还是让大家的话呢 擦亮自己的眼睛啊 有需求都买 没需求就不买 千万不要说风就事与 千万不要跟风去买房啊 最后的话呢 自己承担这一切 最后的话呢 自己的苦自己吃吧 财富到哪里去了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几乎每个中国人心里 都有一个天问式的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几十年 按说是创造了不少财富 可为什么现在企业是一身债 政府是一身债 老百姓也是一身债 中国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哪去了 发现了没有 仿佛一夜之间整个风向就变了 民众全都觉醒了 首先第一个啊 短视频就好像是一场文化复兴 把人民的认知整整提高了几个等级 大家也越来越有主见了 以前一些专家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 现在只要专家有奇葩言论啊 评论区都是冷嘲热讽 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 第二 无论你再怎么宣传啊 房子都卖不动了 以前嚣张的房产中介 全都闭嘴了 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炒房客呀 随之而来的是 中国的无脑股民越来越少了 第三 以前的骗子多如牛毛 因为韭菜实在太旺盛 嗷嗷代歌 随便搞一个项目啊 包装一下人设 租个豪车豪宅 就能博得很多人的关注 掏空大家的口袋 现在只要你想教别人怎么赚钱 评论区都是同一口径 教你赚钱的 都是想赚你钱的 第四 喜欢听老板话大饼的人越来越少 喜欢买大牌的人越来越少 追求经济实用 只买生活必需品的人越来越多 只会埋头苦干打螺丝的人越来越少 开始旅游 追求适合远方的人越来越多 买东西只看口味的人越来越少 看配料表的人越来越多了 第五 年轻人都开始断亲了 逢年过节 也不爱走亲戚了 随着社会内卷 亲人关系的情感价值 慢慢地不复存在了 现在谁还走亲戚啊 不是攀比就是责怪 雄在闹事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真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第六 出生人口都跌破八百万了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全都觉醒了 要为自己而活 不结婚 不买房 不生小孩 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洗脑 也被大家免疫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也不再盲目跟风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经济实用 第七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活过 小时候被告知要考个好大学 长大后被告知要找个好工作 结婚后被告知要做个好家长 长辈年纪大了 要被告知要尽忠尽孝 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自己 为什么而活 现在大家都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了 自己的生意有多难 能把一个人逼疯 什么概念 我记得虚年还是啥时候 一个老板开饭店 没生意 结果气得把自己的店给砸了 今天又刷到一个视频 老板是卖鲜花的 反正就是没生意 卖不掉 结果气得把他摔了 砸了 踩了 真的很无奈 现在的生意呀 现在的生意该怎么做 说句实话 哪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哪个人都很迷茫 你觉得这个老板把这个花砸到 已经算是惨的了吗 其实呢 九牛一毛 还有更惨的在后面 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同样是做花的生意 它是在云南 大家看看二十吨鲜花 报废了二十吨 咱们没干那个行业 不知道二十吨是什么概念 也不知道二十吨值多少钱 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二十吨就算它掰开水 它能指多少钱 你自己去算吧 所以说今年的实体太难了 咱们能熬过去 就算咱们幸运 有的网友曾经在我的视频下方这样评论 今年的实体店你觉得够难吗 不是的 今年是接下来几年的最好的一年 啥意思 往后可能一年不如一年 底层人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 送外卖的 送快递的 餐厅服务员啊 其实包括大部分的电商人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卖家 大部分人干电商 现在跟上班的收入已经差不多了 小卖家现在真的已经是弱势群体了 他们跟大家一样都是底层人物 不赔都是赚的年代 现在就是 像上海卖咖啡的服务员 他确实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都是有口舌之争 最后演变成往人家身上泼咖啡 我看了以后非常的心痛 而且能够感同身手 因为我看了网上有那么多崩溃的电商人 开了汽车 驱车几百公里 就去为了要回那件本该属于自己的商品 这样的事情难道要愈演愈烈吗 现在到底怎么了 难道非要出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才行吗 像这种非常小的卖家 哪个不是天天都要面对好些个毫无理由的投诉 罚款 紧退款 多少个电商人的背后都是自己一家老小的吃喝 像这种非常小的卖家 对吧 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无理 我现在就感觉 我们现在对于底层的朋友都太不宽容了 尤其是像我们那种底层对底层 它更不宽容 因为我们每天受的气 我们无处可撒 我们对这些人已经提了太多的要求 而这些要求我们几乎不会去向上提 我们也不会向我们评级的人去提 我们更多的都是向那些陌生人 陌生的底层群众去提 像电商又是一个本就以诚信为基础 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它更是如此 它现在的严重情况非常令人痛心 而我们却不会去向平台提 我们一旦向平台提 平台会把自己的责任 向更底层的人群当中去传递 而上面机器平台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这么多年的时间证明 我们向上提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因为那么多的事情历历在目 对吧 我也是不敢多说 上面的平台却又是要施加更加严厉的考核来对待他们 它好像是如果这样去做 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大家都在拖 都在拖 我看到的是所有人都在拖 都在等待别人去妥协 其实我们成年人都知道所有的问题 它不是外卖员造成的 不是快递小哥造成的 不是服务人员造成的 不是电商那些小卖家造成的 问题既不是他们生产的 他们本身也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就请大家不要再欺负这些人了 并且我们要勇敢地诚实一点地面对自己 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本身真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